泰国厕所里的软管是用来清洗小屁屁的 你知道吗 第一次去泰国旅游的朋友 看到厕所里的这根软管时 可能会以为它是用来冲洗做盆的 其实它是用来电后清洗屁股的 因为泰国人觉得用水冲洗比用纸擦更干净 反而只是用来擦干手上的水的 这点倒是和印度人很像 太奇葩了 于是 这根软管也就成了泰国厕所的标配 不管是公共场所 还是民宅 几乎都有 你别小瞧这根软管 它的冲力还是很猛的 使用时一定要注意调节 看看这位美女那酸爽的表情 你就知道她的威力有多大了 很多网友觉得这样做很环保 因为它每年可以节省许多的卫生纸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还是用厕纸比较习惯 所以去泰国旅游 还是随身携带纸巾吧 不然你上厕所时就会很尴尬 你有去过泰国旅游吗 你有使用过软管冲洗屁屁吗 欢迎留言分享 记得点赞关注